本期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电影 是一部极限逃生的金属冒险片《北极》 如果有一天,你被困在冰天雪地,荒芜人烟的北极 没有火源,没有救助 周边是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天气,你觉得你能生存几天呢?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的结局无非就两种 要么活生生冻死,要么活生生饿死 因为飞机失事,麦斯成了飞机上唯一的幸存者 虽然暂时地活着,但却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北极 而且还没有任何救援 麦斯每天的工作,就是清理地上巨大无比的求救标志 奢望路过了直升机,又或者天上的卫星能够看到自己 而且还利用飞机上的电线自制钓鱼工具 暂时地解决了吃的问题 不过没有火源的麦斯,也只能享受北极的生鱼片 对于获救,麦斯也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希望 除了地上巨大无比的标志外,麦斯还有一台手摇无线电 每天坐在风雪中,手摇发射信号,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回应 不过一次次的失望让麦斯知道,在这荒芜人烟的北极 想要被人发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麦斯除了要受到严寒天气的威胁外,随时还有可能遭遇北极熊的攻击 麦斯在自己的钓鱼场地,意外发现自己储存的动鱼被毁 地上一个巨大的脚印,直接让麦斯瞬间变了脸色 毕竟这是北极,是北极熊的主场,幸运的是,北极熊只是吃了动鱼 并没有对麦斯发起攻击,这天等麦斯做完其他工作 再次拿走手摇无线电时,却意外接受到不一样的信息 这个结果让麦斯醒出忘怀,果然不远处一架直升飞机出现 麦斯急忙释放求救烟雾,幸运的是,直升机还真的发现了麦斯 眼看自己就要获救,不过直升机在降落的时候 却因为天气原因直接失控,一头坠毁的不远处 眼看到手的希望,转眼又变成了绝望 麦斯急忙赶到坠毁的直升机旁,发现驾驶员已经死亡 副驾驶也身受重伤,麦斯一边救治女驾驶员 一边收集飞机上可以利用的东西,燃烧棒,地图,甚至方便面 这些东西对麦斯来说,简直就是意外的惊喜 不过这里并不是酒流之地,麦斯拆下飞机插门 在飞机上留言自己的去向,用插门做了一个简易的雪橇 拉着受伤女队员就来到自己的营地里,女队员受伤严重 根本不可能有过多的交流,就直接晕死 趁着女队员昏迷,麦斯又来到坠迹地点 不过这一次,却在飞机上有了新的发现 一个煤气罐和一个打火机,还有雪橇 这些东西对麦斯来说,简直就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 也是因为有了煤气火源,麦斯才终于吃上了热腾腾的泡面 不过事情并没有像麦斯想象的那样,搜救女队员的飞机迟迟都没有出现 而且此时,女队员身上的伤口还进一步恶化 甚至连基本的消毒水都已经用完 女队员的一切反应都在告诉麦斯 如果她不做点什么,女队员的生命将会马上走到终点 原本自己是等着别人来救自己 结果反而需要自己去救别人 而且麦斯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是继续待在营地里,眼睁睁看着女队员死亡 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出去寻找帮助 面对这个选择题,麦斯并没有过多犹豫,直接选择了后者 她开始制作更多的工具,储备更多的鱼 带上所有装备,把女队员绑在雪橇上 在飞机上显明自己出发的方向 拉着雪橇,就开始了漫长的求生之旅 开始的旅途一帆风顺 在地图的指引下,麦斯很快就来到自己以前的坠机地点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是这里的情况,还是和最开始的时候一样 麦斯收集自己埋在这里的证件,拉着女队员,继续一路向北 不过很快,麦斯就遇到了问题 一座在地图上没有表示的山峰,挡在了自己面前 麦斯可以很轻松地翻越过去 但是绑着女队员的雪橇,不管麦斯怎么努力 都没有办法拉上山顶 此时又有一个选择梯摆在麦斯面前 是丢下女队员自己走掉呢? 还是带着女队员绕行数倍的路继续前进 麦斯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不过很快,现的情况又马上出现 唯一取卵并且可以煮食物的煤气罐终于使用完毕 晚上躲在山洞里的两人 还遭遇了北极熊的袭击 面对男士凶凶的北极熊 麦斯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丹少棒 最后在火光的恐吓下 才终于吓跑了北极熊 不过,能躲过北极熊的袭击 却躲不过恶劣天气的影响 暴风雪越来越大 失去取卵设备的两人 晚上只能在冰天雪地里 一起睡在睡袋里 而且长时间拉着雪橇 麦斯的双手也出现了严重的动伤 甚至在此时,麦斯还发现 女队员完全地陷入了昏迷状态 身上的伤口进一步恶化 不仅呼叫没有反应 甚至连水都没有办法喝下 麦斯知道 自己不管怎么努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 也不可能救得了女队员 所以麦斯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因为继续下去,谁也救不了谁 不过,刚刚拉着雪橇离开的麦斯 却在石头缝里看了一颗开花的小草 在这一刻,麦斯感到了生命的顽强 不过这种感受,还没有让麦斯有过多反应 脚下一线,麦斯直接掉了下去 等再次醒来的麦斯 发现自己被困在冰城下面的山洞里 而且脚还被卡在石头缝里 没有人帮助的麦斯 只能伸拉硬拽地扯出自己的大腿 但腿上也留下了一个恐怖的伤口 等再次回到地面 麦斯来到女队员旁 却发现女队员竟然苏醒了过来 这一刻的麦斯无比的自责和羞愧 他拉着女队员走那么远的路 却在最后关头,竟然有放弃对方的念头 甚至自己的受伤 麦斯都认为是上天对自己放弃队员的惩罚 所以接下来,不管自己还能不能走 哪怕是爬,也不能放弃队员 不过麦斯知道,自己早就已经透支了 不管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救得了女队员 不过就在这时候,一架直升机却突然出现在远方 麦斯急忙点燃燃烧爆,大声呼喊 甚至不惜点燃了自己的外套 希望能引起对面的注意 然而直升机还是走了,并没有发现两人 绝望的两人只能相拥而弃 因为在此时,他们已经没有丝毫继续活下去的能力 两人手拉手,任命的躺在雪地上 不过就在这时候,一架直升机却突然降落在两人身后 看了这部电影,我就感觉人类真的太脆弱了 在大自然面前,真的连渣渣都算不上 同时,这部电影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没事千万不要去冒险